公 scream 韓國瑜 我是怕他富士康先倒 不是韓國瑜出來的話 我連立委都不同 我要給他給國民黨 重重的教訓 我們恐怕沒辦法支持 就是國民黨的任何一個人 目前當然中天是韓中天了 我支持韓國瑜 苦民所苦 無所求 他就是要扛起中華民國的責任 為了下一代 所以我支持韓國瑜 一直在照顧計程 這是我們來看的 所以有很多 包括修路也好 或者是幫你 融魚業產品 微銷這些 都有幫我們這些老百姓解決一些問題 參與他那個希望小學的工作 那我就覺得他照顧弱勢團體的兒童 給他們信心 然後呢 他的付出我非常的感動 他有政績啊 然後政業比較穩健 比較中道理性 當然是幸福保衛站 比較有願景的就是三環三線 那比較有溫度的 當然就是幸福保衛站 或者是公共託育中心 因為郭台銘 我對他印象 他認為他都會跳票啦 說一套做好幾套啦 而且他說台灣 台灣會倒 我是怕他富士康先倒啦 這有點不好意思 國民黨 國民黨竟然想要拋棄我們的郭台銘 他是這麼大的大企業家 這個懂得經濟的人 國際觀非常好的人 既然他沒有出現 那麼我們恐怕沒辦法支持 國民黨的任何一個人 目前他只為了選總統忘了政績了 他為了選總統忘了我們高雄市的一些行政工作 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真的很痛恨並且很不甘心 並且很切心 當初我們這麼支持你 你現在既然要拋棄我們 來當一個落跑的市長 我們真的很痛心啦 其實我要講的是 我六月就寄了政治獻金給韓國瑜 那時候我覺得韓國瑜要選高雄市長 我非常的支持 他現在這樣子我就不OK啦 為什麼你有承諾 這是你選上了 這是這些高雄市民給你的機會 那我是覺得他準備不夠 對 我不會 我可能有史以來 第一次活到這麼一把年紀 七十多年 我投一次 我不會去投票 我不是覺得說 他有些政見過於的資本主義 像他提出來說 要讓這個 用什麼生技啊 AI 然後創造0到6歲 幼兒免學費啊 但是如果大家仔細想一想 這有可能就是賣人體清資料費 講話有時候太快喔 那有些政策讓我們有一點點覺得 欸這個做得到嗎 就是一次兩次三次就會產生一些疑問 那郭台銘覺得他優點還是缺點的什麼 郭台銘的優點大概是 我們想像的說 是不是大這個企業家能夠帶動 國家的經濟也變好 那缺點就是幾次的這個發言 我們覺得就是說 好像對很多的政務工作 或是說國政工作 他其實是不熟悉的 那因為談話的 包括他現在論述的重點 其實都還在學習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放心 如果韓國瑜他沒有出現的話 會讓我們這些公平啊 那人家還本情的 對 對 對 我們這樣失望 然後我們就選擇不住 不是我會很差 絕對是公平啊 中天從這到底沒有亂講啊 他只是把韓國瑜的話 把那個郭台銘的話 招問他一次啊 我每一台我都會看 我會去看他們哪邊報導 天或是正 正面是中天 外面的有三立還有東升 喔 目前當然啦中天是韓中天了 是他的 其他的 像東升啊 三立啊 民視啊 他們我覺得 他們都肯報導郭台銘 是因為來自於什麼 因為 他們雖然是綠的 可是呢 我覺得他們很中肯 他們要把事實 報給全台灣的人知道 人民知道 那韓中天呢 當然只報他自己 他想要讓韓國以上的 一個新聞 一直在攻擊我們的郭董 郭台銘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的 真正的這些 三立 民視啊 東升啊 目前我上看 看下來 真的蠻正向的 這是齁 我覺得 這是可以來看的 還要轉來轉來來看的 是裡面的新聞報的比較正確 中天只講他們自己 只有講韓國語 他敢不敢來訪問我啊 中天只敢來訪問我 我一定要把他講清楚 這是我們高雄人的心聲 我代表我們高雄人 高雄市民來講 韓國語啊 你可不可以把我們高雄的市政做好一點 你要出來選總統 再來嘛 那天我本來剛開始韓國語要選的時候 我是都看中天 我也到了人家家裡 甚至於我的手機 我都可以網路看中天 後來我慢慢秀出那個味道不對 我因為我也是學新聞的 新聞媒體有媒體人的立場 應該是要公正 不能在這樣的選舉的事上 就偏向某個人 然後呢造神一樣的 已經失去那個媒體人該有的立場 所以我就不去看 那我現在看的什麼 我是看那個趙少康的節目 我聽那個小董真心話 我是覺得這些媒體人 他們是真正的 有那個新聞的道德勇氣的媒體人 基本上覺得TVBS 我還是覺得比較 就是談話的內容語氣 是比較在論述道理的 喔